哈喽 又来吃火鸡面了 我还是煮了两包面在里边 然后呢 就是咱们今天的重头戏 也是我的拿手好菜 五股可乐鸡翅 这个咱们也好久没吃了 然后上次有小伙伴说 我感觉看着少 所以今天呢 我就炖了足足两斤的小鸡翅在里面 去了骨头以后 应该也得有个一斤吧 最后呢 就是一个火鸡面必备 小煎蛋 今天咱们为了吃方便一点 我就把它们全都穿成那种 可乐鸡肉串了 是不是看着特别爽 咱们先来一串尝尝 来一口火鸡面是你们喜欢的那种黏糊的 那是一口火鸡肉串的 嗯 哇 哇 哇,太香了 这俩真的是绝配 先把火鸡面裹在鸡翅上面 哇,太贵了 差点忘了这个小煎蛋 特别特别脆 哇,最后两个 哇,太香了 中文字幕——YK 哇 太满足 今日小文达 就你们知不知道 为什么吃火鸡面的时候 喝牛奶可以解辣 如果你知道的话 就快把你的答案放在评论区 答对的话我就去给你点赞 好吧 咱们下期见 拜拜